在元朝历史上曾有过一位齐皇后,据史书说,她是造成元朝灭亡的罪魁祸首,那么,她究竟做了什么,得到后人这样的评价呢?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这位齐氏本是高丽人,出身于高丽贵族之家,是总部散郎齐子敖的女儿,据史书记载,她年少时,便因自荣娇美,在高丽声名远扬,由于元朝是高丽的宗主国,因此享有优先挑选高丽女子的特权,像齐氏这种爵士容颜的女子,自然会作为贡女,被高丽王室拿来讨好元亭了。 当时元朝的皇帝是元顺帝,齐氏入宫后,被安排在元顺帝身边,做了个凤茶宫女,很快,齐氏便得到了元顺帝的灵性和宠爱,齐氏想攀高知,元顺帝的嫡皇后,清查,达纳施里第一个不答应,她百般刁难其事,甚至不顾元顺帝颜面,对她朔垂辱之,然而,清查,达纳施里很快就倒了霉,她因兄弟谋反,受到了朱连,被废位了数人,不久,又被赐毒酒而死, 嫡皇后之位空出后,元顺帝很想立骑士为后,以大丞相薄言为首的朝中大臣们,坚决不同意,他们都为骑士卑贱。 不可立为皇后,元顺帝见此,只得改立出身高贵,品德贤良的薄言忽都为继皇后,不过,在册封薄言忽都的时候,她还是一并将骑士册封为贵妃,自此后,元顺帝愈发宠爱其事,心力的薄言忽都皇后,则常常不被召见,薄言忽都为人宽厚,并不计, 不久,骑士生下皇子爱游,十里达腊,母平子贵,骑士被元顺帝册立为二皇后,什么是二皇后,好比一个局有正局长和副局长一样,正局长只能有一个,副局长却可以有好几个元朝的皇后也类似于此。 因此,骑士算得上是副局,又过了三年,骑士又生下托古斯贴末,一时圣宠至极,此时的骑士虽然只是个二皇后,但后宫大权都在她手里,她的风头早就盖过了形同虚设的薄言忽都皇后,恃宠而骄的骑士,不光在元朝后宫指手画脚,还将手伸向高离王朝,扬言要废除高离王, 改立自己的父亲骑子敖为王,而骑士敖也由于骑士做了皇后,自己是宗主国的国障,迫不把高离王放在眼中,三番五次公开羞辱高离王,最终忍无可忍的高离王将骑士敖父子诛杀。 骑士得到消息后,愤怒不已,哭求元顺帝出兵攻打高离,替他报复兄之仇,不过,由于薄言等人劝谏,元顺帝没有答应,骑士恨透了薄言,于是构陷薄言弄权, 有结党营私之嫌,元顺帝听信了骑士的话,罢免了薄言的大丞相之职,将他发陪边疆,骑士又买通人手,在薄言去边疆的路上将他杀害,除掉薄言后,元顺帝将朝政交给最宠信的太监朴不花。 由于朴不花和骑士都是高离人,两人很快勾结在了一起,朝中凡是有不顺从他们的,便会被革职或判罪,其实不只是控制了朝廷,他还开始看元顺帝不顺眼,准备联合朝臣, 毕竟元顺帝退位,让他的儿子爱由十里达腊继承皇位,这样一来,他便可当皇太后垂帘听政,为了达成阴谋,骑士找到大丞相太平,希望他能帮助自己,并许诺是成之后定重赏于他,但太平为人正直,不为所动,反而痛斥他大逆不道,骑士大怒,在元顺帝面前诬告太平,太平因此获罪被流放。 在流放的路上,又遭到骑士暗杀,公元1365年,嫡皇后因病去世,又到了策立新皇后的时候了,元顺帝这次为了立骑士为皇后,次性素粮合适,并将他的名字改为完整糊涂,经过一番折腾,算是把骑士的高丽出身洗白了,于是授予策保,正式策封骑士为正宫皇后,骑士得到了正宫皇后的头衔后,也就打消了想做皇太后的念头。 可惜,元顺帝由于屡受他的打压,正直有用的人才都损失殆尽,此后仅过三年,朱元璋便率着农民起义军攻破大都。 骑士和元顺帝相携北陶,至此,元朝灭亡,公元1368年,朱元璋率军攻入大都金北京,元顺帝仓皇北陶,随着元朝的覆灭,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这位新晋皇帝面前,如何处置境内残留的数十万蒙古人, 尤其是那十几万蒙古女人回顾元朝近百年的统治,蒙古人实行的四等人口制度可谓是伤痕累累,蒙古人高居首位,其次是色母人,再次是北方汉人,最后才是南方汉人,这种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政策,犹如一把锋利的刀,深深地刺痛了汉族人民的心。 元朝的律法更是偏袒蒙古人,若蒙古人失手杀死汉人,只需挨几下板子,赔些丧葬费就能了事,反之,若汉人杀死蒙古人,不仅要被处死,全家还要被抄家冲军,这种不公正的待遇,如同一颗定式炸弹,最终引爆了民间的怒火,各地揭竿起义。 朱元璋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中崛起,这位曾经的贫苦农民,25岁时加入红金军,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胆识,一步步打败陈有亮,张世成等割据势力,最终建立了大明王朝,胜利的喜悦还未完全散去,新的挑战就已经摆在了面前。 面对境内的三十多万蒙古人,尤其是那十几万蒙古女人,朱元璋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,她没有采取残酷的报复手段,而是选择了一条看似宽容,实则严苛的道路,朱元璋下令释放这些蒙古女人,但附加了一系列条件,她要求他们必须改穿汉服,禁止说蒙古语,必须学习汉语,这看似简单的要求,实则意味深长。 衣冠礼仪,文字,这些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,通过改变这些外在表现,朱元璋希望能从根本上消除潜在的威胁,更为关键的是婚姻政策,朱元璋在心理诏中明确规定,禁止蒙古人之间通婚,这些蒙古女人只能嫁给汉人,为者不仅要受到重罚,还要被贬为奴婢,这一政策可谓高明,既解决了人口问题,又促进了民族融合,长次以往,这些蒙古女人的后代, 将逐渐被汉化,从根本上消除了隐患,朱元璋还禁止了蒙古人的计婚制陋习,在蒙古人的传统中。 父亲去世后,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妻子,兄弟之间也可以互相继承妻子,这种做法在汉族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,朱元璋的这一禁令,不仅符合汉族伦理道德, 也体现了他对文明进步的追求,朱元璋的政策并非一味的强硬,他提出了华谊一家汉蒙共处的新观念,采取恩威并失的怀柔政策, 对归顺的蒙古贵族,他以礼相待,对普通蒙古不仲,他采取顺而辅之的态度, 这种平衡之道,既安抚了蒙古人,又维护了明朝统治朱元璋的这套政策。 效果显著,许多元朝残余势力纷纷投降,这大大稳定了明朝北部边境, 更重要的是,他逐渐形成了蒙古人臣服于明朝的民族观念, 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,回顾朱元璋的这段政策, 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智慧,他既没有采取极端的报复手段, 也没有一味的妥协退让,相反,他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政策, 既解决了眼前的问题,又为长远的民族融合铺平了道路, 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, 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时,我们应该秉持包容和理解的态度, 同时也要坚持原则,维护国家利益, 只有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点, 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,国家统一, 朱元璋的政策还体现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观,文化的力量, 通过改变外在的衣着和朱元璋希望能从内心改变这些蒙古人, 这告诉我们,文化交流和融合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, 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, 我们更应该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建, 共同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, 同时,朱元璋的政策也体现了他的长远眼光, 他不仅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, 更考虑到了后代子孙的未来, 这种为后人着想的精神, 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,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, 我们都应该多为长远考虑, 为后人留下一个更是界, 朱元璋对待着十几万蒙古女人的政策, 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, 更是一面镜子, 映照出一个成功统治者应有的远见着实, 他告诉我们, 在面对复杂问题时, 既要有坚定的原则, 又要有灵活的策略, 既要考虑当前利益, 更要着眼长远发展, 明朝开国之初, 朱元璋就已经掌控了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今天的中国, 随着岁月流逝, 明朝的实际统治范围逐渐萎缩, 最终主要局限于长城以南,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, 国家的强盛不仅在于疆域的大小, 更在于有效治理的能力, 清朝的崛起, 犹如一道璀璨的闪电, 照亮了中国历史的天空, 作为一个由渔猎民族建立的政权, 清朝对广阔的草原和严寒的北方地区, 有着与众不同的认知和重视, 这种独特的视角, 让清朝在统一这些地区时, 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魄力和能力, 我们不能将清朝的功绩, 简单地概括为开疆拓土, 事实上, 清朝所收复的大部分地区, 在历史上, 早已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, 东北地区在清朝, 就已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, 蒙古高原在汉唐时期屡次被征服, 西域更是自西汉起, 就与中原有着密切联系, 而清藏高原则在元朝时, 成为中国疆域的一员, 印度的例子确实值得我们思考, 虽然其29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, 与明朝后期的实际控制范围相近, 但我们要知道, 即便在明朝最虚弱的时候, 其影响力也远不止于此, 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王朝, 继明朝之后崛起, 完全有可能恢复到明朝初期, 仅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域, 中国今天的国土面积, 是历代先民用智慧和汗水浇灌而成的, 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, 每一个朝代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, 我们应该以敬畏之心看待这段历史, 既不夸大某个朝代的功劳, 也不否认其贡献, 更重要的是, 我们要明白, 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在于疆域的大小, 真正的强大, 在于如何治理这片土地, 如何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安居乐业, 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, 回望历史, 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, 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, 我们的祖先始终在努力建设和守护这片家园, 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动力,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 我们要铭记历史, 但不能被历史束缚, 我们要珍惜先辈留下的宝贵遗产, 但更要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, 让我们携手共进, 为建设更加繁荣富强的中国而努力,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, 有我们的根, 有我们的魂, 无论是雄伟的长城, 辽阔的草原, 还是巍峨的高原, 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, 让我们为拥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而自豪, 更要为守护和建设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, 历史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, 团结就是力量, 奋斗创造未来, 让我们铭记历史, 展望未来, 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新的篇章, 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, 这片土地必将更加繁荣昌盛, 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, 明朝初期, 洪武, 永乐两朝对蒙古进行了十一次大规模北伐, 那时的明军可谓是气势如虹, 随着时间推移, 北伐的规模越来越小, 到了明朝中后期, 几乎放弃了征服蒙古的念头, 这种转变, 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,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 首先是军事实力的衰退, 土木堡之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 这场惨败, 不仅让明朝的三大营与大量精锐损失殆尽, 更是在心理上给了明朝统治者沉重一击, 从此, 明朝出现众文轻武的倾向, 军事实力日渐衰退, 其次是经济问题, 明朝后期, 财政状况每框愈下, 加进皇帝驾崩时, 国库存粮仅够维持一个月, 在这种情况下, 大规模对外用兵几乎成为奢望, 再者, 明朝的防御体系也存在问题, 为所致本是为了加强边防而设, 却因种种弊端而失去了应有的作用, 军户们被压榨得喘不过气, 逃亡现象严重, 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, 相比之下, 清朝则显得高明的多, 他们采取了三管齐下的策略, 最终成功地将蒙古收入囊中, 首先是联姻政策, 从努尔哈赤, 清朝就十分注重与蒙古各部落的联姻, 这不仅拉近了彼此的关系, 更是在无形中消弭了双方的敌意, 黄太极更是将这一策略发挥到了极致, 他的九位厚非中就有六个来自蒙古, 这种血缘上的联系, 无疑为日后的征服奠定了基础, 其次是军事打击, 清朝对蒙古的征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 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, 前后长达百年, 特别是对准嘎尔布的征服, 更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, 这种持久战的毅力, 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远见着实, 也是最关键的, 是清朝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, 他们设立礼藩院, 实行将军制度, 推行扎萨克制度,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和管理蒙古地区, 更高明的是, 清朝还大力推广藏传佛教, 通过宗教来凝聚人心, 这可以说是一种软实力的运用, 回顾明清两朝对蒙古的不同处理,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, 实力是根本, 无论是军事, 经济还是政治实力, 都直接影响着一个政权处理问题, 的能力, 策略的重要性不容忽视, 清朝的三管齐下, 既有硬实力的运用, 也有软实力的渗透, 可谓是高明至极, 持之以恒的精神, 也是成功的关键, 清朝花费百年时间征服蒙古, 这种毅力是值得我们敬佩的,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, 不仅仅局限于古代政治和军事领域, 在当今社会, 无论是国家治理, 还是个人发展, 都可以从中汲取智慧, 比如, 在处理复杂问题时, 我们需要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, 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, 同时, 我们也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, 不畏艰难, 坚持到底, 此外, 清朝的做法, 还体现了一种包容和融合的思想, 他们并没有一味地采取高压政策, 而是通过联姻, 宗教等方式, 逐步实现文化上的融合, 这种做法, 在今天的民族关系处理中, 仍然具有借鉴意义, 当然, 历史是复杂的,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评判, 明朝虽然没能彻底解决蒙古问题, 但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成就, 比如, 明朝的海外贸易, 科技发展等方面都曾领先世界, 这提醒我们, 评价一个时代或政权需要全面客观的视角, 感谢观看,